第442期视频播出以后,很多粉丝说这房子不错,而且在西温也算是便宜的房子,能不能让我们仔细看一下。 那么这期视频就应粉丝们的要求来个一镜到底。 这套独栋别墅的地址是955 Lawson Avenue,位于西温Sentino Hill小区。 这个社区是西温标准的山地住宅区之一,地势较高,绿植茂密,景色秀丽,因此该区颇受中国买家的喜爱。 这栋房子建于2013年南北朝向,土地平坦且私密性极高。 假设这就是你的家,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感受一下住在西温的豪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 推开你家的大门就是敞亮的会客厅和正餐厅,十尺挑高开放式的空间,实用大气。 三扇大窗让朝南的空间更加通透,客厅还带有一个燃气壁炉,熊熊的烈火为这个寒冷的冬天增加了丝丝的暖意。 这栋别墅占地6100尺,一共有5个房间,5个卫生间,室内面积3855尺。 有些朋友问我,每次视频里面面积单位都是尺,尺和平方米是什么关系呢? 一平方米等于10.7639平方英尺,所以3855尺等于358平方米。 来到餐厅,华丽的吊灯照亮着可容纳8到10人的餐桌,逢年过节一家人或者朋友围坐在一起聚个餐,这得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。 直走是楼梯间,旁边走到尽头有一个客用洗手间,旁边是一个衣柜,对面还有另外一个衣柜。 从车库进来以后,可以脱下外衣挂到这里。 这个门直通车库,车库的大门是玻璃做的,让车库里面十分明亮,除了连体双车位以外,还有一些空间可以摆放储物架。 车库出来,我们就来到了你家的厨房和家庭厅。 整个厨房和家庭厅也是开放式格局,活动空间与户外超大的露台连接在一起,让整个家庭的活动空间变得更大。 这套房子的开价是369万加币,在西温10年以内的新房里面,价格是第二便宜的。 排第一的是一套不到4000尺的小地,房子只有2584尺,开价321万5900,所以你家的性价比目前在西温是最高的。 我们看到,露台全部做的玻璃棚,还配备了无线音响,休闲放松的好地方。 后院有郁郁葱葱的树墙,提升了私密性。 旁边的楼梯直通地下室,独立出入,与租客互不打扰。 从后院回到厨房,超大的倒台提供了更多的摆放空间,同时也可用作于早餐桌。 简单又便利,水池的旁边是洗碗机,水池的前方是窗户,如果孩子在后院玩耍,也尽收眼底,尽在掌控之中。 天然气炉头的旁边是一个切菜的区域,也带着一个窗户。 整个厨房配备高档不锈钢家电和超多的储藏橱柜,实用大方,不能看出,你家的格局真的是很人性化。 不光有颜值,还很实用。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和新年了,祝愿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, 合家幸福,生活享福,福星送福,财神赐福,健康幸福。 做视频不容易,也麻烦你帮我点个赞,这样我才有动力多做几期好视频。 回到楼梯间,我们先下楼看看,楼下有一套两房的合法出租单位,因为有租客在,我们就不去打扰了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查看我们的3D护星图来了解到出租单位的格局。 这里还有一个权位,如果想自己住在地下室,也是非常方便的。 旁边是一个综合房间,屋主已经预留了7.1声道的音响接口,可以作为家庭影院。 目前由于疫情的原因,男主人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办公室和休闲区,工作之余看看电视,健健身。 对面是设备间,左侧是为全屋地暖系统提供热水的设备。 前方圆柱形状的是储存生活热水的水罐,是平时洗手、洗菜、洗澡用的热水。 地下室上来,我们去二楼看看你家的卧室。 这套房子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窗户很多,楼梯走道都做了大窗,采光真的很好。 二楼上来,右手边是你家超大的洗衣房。 除了摆放洗衣机和烘干机外,洗衣房还设有摆放衣物的适应台面和便于归纳清洁用品的储物柜。 这就是新房的好处,洗衣房在二楼是最方便的。 洗衣房出来是一个朝北的卧室,从窗户望出去就是自家的后院,具有非常好的私密性。 二楼两个卧室是眼镜房,一左一右两个卧室,中间连着一个卫生间。 最大程度的在不牺牲空间的情况下,保证了便利性。 第二个卧室是一面朝南,一面朝西,非常明亮。 有空调的房子是不必考虑西晒问题的。 可以看出,即便不是主卧,卧室内的空间也都很大,还配有不如是衣帽间。 最后就是我们主人的卧室了。 整个主卧朝南,挑高的屋顶,超大的衣帽间和洗漱间。 屋主为了增加私密性,连主卧的阳台玻璃都装了磨砂的,真是既要享受又要舒适。 朝南的自然光直射到室内,让卧室阳光明媚,舒适温馨,也正是体现了这套房子的特点。 主卧的洗手间配置齐全,干湿分离,除了淋浴外,还有一个双人浴缸,极致的奢华享受。 来到你家主卧的阳台,欣赏着周围绿荫带来的亲切感,呼吸着海风扑面带来的幸福感。 这或许才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该有的生活。 好了,这套位于西温的豪宅就介绍到这里。 你觉得最后会多少钱卖出去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别忘了转发给你正在买房的朋友们,就算不买也可以增长一些见识。 我们下期见。